受这个疫情的影响 我们去不了门 农产品也卖不出去 心里挺着急的 我叫周贤君 今年46岁 由于受患癫痫疾病 在家乌龙 外人就是说 换腰间盘头去 有两个小孩 小孩一个途中的大专 一个就是 把那个 种植物率 生活一斗非常艰难 这几年就靠种植农产品 养这小龙虾 在2018年彩底脱平 这个开年以来 因为受这个疫情的影响 农产品卖不出去 时间长了 它就会变肢 然后这个小龙虾 在田里生长也不能卖 由于小孩 换那个重症级物例 每两个月要去武汉 看一次病 每次看病都得一千多块钱 大鱼在武汉州区 大鱼在武汉州区 生活费用也是蛮高的 我到三月底 实在没有办法了 就找到张鱼记 张鱼记想让张鱼记给我 帮帮忙 看怎样把农产品售卖出去 后来张鱼记就给我们想办法 然后通过这个网上 售卖这个农产品 我们把这个农产品送到武汉去 用微信啊 我扫你的啊 张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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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反馈还是蛮好的 就是说这个运行期间 市民也不能去门 这个是一举两得的 因为我有高兴他们也高兴 我已经卖了两万多个人的经济社区 我这个小孩看病啊 上学啊 就放心多了 就没有以前那么早急了 你这家有什么困难 你再跟我们说啊 疫情 对评估后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第一个是农产品库城的销售 第二个是劳动力外出打工 就是说对评估后外出打工的存在的问题 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 他们的经济证明的话 他们厂要继续隔离14天的 有经济证明就不隔离 他们拍出来接 你就直接 他现在 通过这个措施呢 评估后 即时 防感 那么就可以有效地避免 评估后 反凭这种现象的发生 对评估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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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後